所以接下来又到了主线剧情 到底有没有做这一个环节 从两年前我开始跟大家说 请期待主线任务的更新 这时候开始来庄园的侦探 不知道为什么 就住在人家家里面没有走 然后每一年周年庆 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 就变成了我例行上台 来道歉的这样一个日子 所以今年其实产品发布会的时候 我跟导演商量说 能不能说看掉产品关于新角色 还有新场景甚至于联动等等的发布 因为这些内容发布不发布 日常都是有在更新的 未来也会跟大家提前进行预告 首先还是要交代清楚 主线剧情的进展 好在事情终于是有了一些眉目 不过保险起见 今天还是先道歉吧 因为最终这个上线的时间 预估是今年的11月份 离现在不算近 我们先来看一段预告视频 我总好想想想想要在这儿很加热的地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资料片名字叫《重逢之时》 会在今年也就是2021年的11月份 登录第五人格 整个资料片会包含主线剧情的推进 包含大型的服务器活动 也会包含跟主线剧情相关的 新地图和新角色 那在《侦探》一角踩进庄园 就停止了三年时间 终于在今年重新开始转动了 所以这一次关于诗中的小女孩 关于匿名信 关于隐藏在所有的日记背后的故事 在全新的资料片《重逢之时》里 都会有更多的信息和故事的呈现 此外在这四天周年庆外场的活动里 其实我们分别有隐藏一些 不一样的剧情彩蛋 不知道有没有玩家在这四天里面 有找到关于《重逢之时》的 这个调查线损 可以分享出来到各个平台 给大家进行讨论 因为我也确实很好奇 大家从彩蛋里面猜想出来的故事 究竟是什么样子 离最终的真相到底能有多近 关于主线剧情的不断延期 其实真的很抱歉 也很感谢玩家能够等到现在 因为好像不包容不谅解 才是比较能理解的一件事情 毕竟开发组里面有很多小伙伴 自己都申请小号 去微博和贴吧里面 写段子的嘲讽我们自己 这种自嘲也算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事情做得还不够好 不管怎么样 最终他还是来了 也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一个资料片 《重逢之时》 最后有一个抽奖环节 我们会从大家之前参与的 三周年设计